来要求我们发邀请函 我本来是这个邀请应该是政府的 我们堂持 我目的达到之后 我就交给政府 所以有国务院的扶贫办 它底下有个基金会 王平女士 我请她来接受 那么接待外国司机 应该是她去发邀请函 商量了很久 她告诉我 她不方便还是要我发 所以我已经辞掉中心的主任了 这次发邀请函 我用中心的创办人 那么第一批 就26个国家 37位 大司跟副大司 都想来看 都想来学习 好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接着办下去 我们是出家人退出 出家人干自己的本行 每天讲华业经 除这个之外 没有我的事情 我们每天只是讲经念福 这是很多年前我常常讲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 能够跟其他一切行业配合 这个世界就永久和平 那我们这个行业 释迦牟尼佛的行业 释迦牟尼佛一生 讲经教学 所以用现代人的说法去 他是什么身份 他是职业教司 这个要懂啊 出家人是职业教司 天天要跟人上阔的 所以佛教里的解行念门 解门是上阔 这个行门 是提升自己的境界 行门很多 不外乎两大类 一类是参长 一类是念福 我们修进度中 我们的行门是念佛堂 念佛的意义 念佛的方法 念佛的效果 在讲习都讲得很清楚啊 所以你要会念啊 要把你自己的妄想 分别执着念掉 那你就成佛了 不是念别的 就是把这个杂念念掉 恢复到清净心 清净平等觉 是信德念出来 这就对了 就是看到他们说 信德流露出少分 这个信德是每一个人统统都有 是你本来有的 不是从外出外 你一觉悟 你马上回头 你的信德就流露了 希望你们比他们更好 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啊 可以砸三个根 在中国大陆 他们是有限制 这个宗教 只有在寺院到场可以活动 寺院之外 不可以 香港没有这个规定 所以香港人可以砸三个根 所以香港人一定比唐智人还要好年 希望大家努力 第二个问题 在老法师讲 太上感应天 曾经提到啊 天主教基督教回教的天堂 与阿弥陀佛 极乐各途的境界完全相同 学生不明白 其中一离 请老法师慈悲开始 那你要问呢 天主教的天主 基督教的上帝 回教的真主 跟阿弥陀佛 是不是一个人 如果你肯定是一个人 不就思前解决了 就没有问题了 是一个人 为什么呢 大臣教理常常教给我们 唯心净土 自信彌陀 那在天主教呢 唯心天堂 自信天父 在基督教呢 也是唯心天堂 自信基督啊 在伊斯兰教里面 唯心天园 他不叫天堂 他不叫天堂 叫天园 自信真主啊 宗教都承认了 自己的教主 是唯一的真神 我也承认了 佛门不叫真神 佛教叫自信 为什么呢 自信能生万法 所有宗教都是万法里头的 没有离开万法了 所以你只懂得唯心所限 自信是体 你只晓得它是一回事情啊 但是天堂里头也有层次的呀 极乐世界有四图 有同居图 有方便图 有奢报图 有极光图 每一图里头又有四 这个九品 有三百九品 不一样 看你修行的程度 你是在哪一个层次 天堂也如是 天云也如是 有很多等级的 这个道理要懂 所以懂了之后 你就要努力认真提升自己的境界 而且对其他宗教就绝对会震惊 为什么呢 跟佛教没有两样 天堂是唯心所限 天主是自信 感应的 应以佛神得度 就信佛神 应以天主神得度 就信天主神 应以上帝神得度 就信上帝神 应以真主神得度 就信真主神 佛法里讲得很清楚 很透彻 我们跟很多宗教往来 谈到这个问题 大家都点头 都能承认 宇宙只于一个 真神造的 在佛法讲说 唯心所信 唯实所变 信实 就是他们讲的真神 真神之于一个 不是很多真神 大家共同的造就 这个说 真神之于一个 所以真神在什么地方 他就化身 这佛法讲 应以什么神得度 就信什么神 请问 第三个人请问 念佛用广东话 用普通话 都可以吗 请问 一切因神都是 赞佛身吗 如何不被 因神干扰 对的 一切因神都是赞佛身 如果你念到 功夫成片 你会感到 一切声音 统统是阿弥陀佛 你要问